我追了穆平亭十年,从高中到大学毕业,现在我们结婚已经三年了,所有人都说我娶到了女神,收获了爱情,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深爱的妻子一直在背叛我,甚至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都还在那个男人床上,这一次,我不再原谅,选择离婚,可她却慌了。 时薇,我喜欢的一直是你,你能不能原谅我,哥,嫂子她,真的不来了吗? 妹妹时辰盯着一双哭红的眼睛望着我,眼中是难以抑制的痛苦,我的心脏一阵抽痛,瞬间几乎无法呼吸。 穆平亭这三个字,像是压到我的最后一根稻草,从昨天到现在的无边痛苦,终于排山倒海式地向我压来,逼迫我接受我不愿意面对的现实。 我看向面前灵堂上摆着的黑白照片,照片里的老人慈爱地看着我,淡淡微笑着,那是我的母亲,父亲早亡。 这么多年,母亲一个人照顾我和妹妹,终身在位嫁人,她承受着贫穷困苦和不怀好意的邻居的冷眼,日夜不停地打工,把我们兄妹二人养大。 母亲一生没想到什么福,还落下了一身的病,前天更是在超市里意外摔倒。 突发心脏病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骤然失去母亲,让我和妹妹时辰都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中,而我的妻子,穆平亭,竟然从前天起,就根本没有出现在丧礼上。 穆平亭是我高中的校花,她在我眼中像一株绽放的水仙,又是美好,又是高贵,我追了她十年,跟她考一样的大学,所有人都在背地里骂我是舔狗。 可是我不在乎,我心里只有她,大学毕业之后,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,而她也终于答应了我的表白, 我们恋爱了,恋爱的每一天,我都无比感恩,三年前。 我向她求了婚,而她竟然同意了我的求婚,正式成为了我的妻子。 那时候我以为,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,可让我没想到的是,这一切都是假象,哥,时辰拉住我的胳膊。 你给嫂子再打个电话吧,无论如何,她也得来送妈一程。 这么多年来,我妈几乎把穆平婷当成自己的亲女儿,对她百般呵护疼爱,论情论理,她都不应该缺席,周围的亲戚们也你一言我一语地附和着,就是啊,时辉。 这婆婆去世,哪有儿媳妇不到场的? 可能咱们是农村人,不知道人城里的规矩。 城里的规矩就是木屋长辈吗? 哎呀,小脸生吧。 还嫌不够乱吗? 亲戚们的议论让我羞愧得脸皮通红,终于还是掏出手机拨通了电话,电话响了很久,那边才接通,穆平婷声音慵懒,略带嘶哑。 喂,我喉咙响咽了一下,你在哪? 穆平婷沉默了一下,随即反问道,有事吗? 还没等我说话,那边就传来了一个男生,宝贝,这个时候接什么电话? 别耽误时间,话没说完,电话已经挂断了,我的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 母亲的丧礼,我爱恋多年的妻子在别的男人床上。 我终于无法再回避这个事实,其实我并不是不知道,穆平婷对我不如我对她那么感情深厚,从高中校门一直到走入婚姻。 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是我在努力维系,我跟她表白了很多次,大学毕业之后,我都没想到她会突然主动联系我,甚至答应做我女朋友。 跟她确定关系,那天晚上,我高兴得一宿没睡着觉,第二天凌晨四点,就跑到她家门口,想等着跟她见面,可是等到早上七点多,她却和一个陌生男人一起出了门,穆平婷亲热地挽着那个男人的胳膊。 整个人几乎挂在男人身上,贴着耳朵,正跟她撒娇说悄悄话,我心里有些慌,往前走了一步,穆平婷见到我时,表情有些尴尬,时威。 你,怎么会在这? 我没有回答,张了张嘴,小心翼翼地反问道,这位是? 这是从小青梅竹马的邻居哥哥。 穆平婷解释得落落大方,打消了我的疑虑,我主动伸出手打招呼,你好,我是平婷的男朋友,时威。 对面的男人似乎冷笑了一下,然后伸手用力握住了我的手,我的手掌被捏得生疼。 抬起头正迎上了男人似笑非笑的眼神,那眼神里似乎带着不悦和挑衅, 可那时的我刚跟穆平婷确定关系,根本不敢深究,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,那是我第一次和葛城见面。 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,我的婚姻和幸福会彻底毁在这个男人手里,母亲下葬了。 我把时辰送回去,自己也回了家,家里空荡荡的,我抱着母亲的遗像呆呆地坐在沙发上,耳边仿佛不断想着母亲慈祥温暖的声音, 小薇啊,你上班辛苦,要多注意身体。 儿子,听听一个人,在这不容易,你不能欺负人家,要好好对他,知道吗? 妈不做了,不打扰你们小两口。 妈回去了,她总是那么小心翼翼,因为早年生我和妹妹留下了漏尿的病根,她来我家之前每次都要洗澡,就怕儿媳妇嫌弃她身上有味儿,我家的沙发她都不敢坐,总是自己带一个小板凳,坐在沙发旁边,甚至怕给我们添麻烦。 她连饭都不怎么吃,我知道她想跟我多待一会儿,也想在儿子家住一宿,可当时的我,因为怕冰婷心里不高兴,竟然就把挽留的话咽回了肚子里,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西纪的目光渐渐熄灭,一次又一次,渐渐地,母亲似乎也觉察到了什么。 不再来我家里了,然而,就算我和母亲都这么为难,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家,也依然没能换回沐冰婷的半分孝顺,母亲的一再退让和包容,却惯得沐冰婷得寸进尺,如今为了跟别的男人鬼混思通,竟然连母亲的葬礼都没出息。 客答一声闻响,打断了我的思路,我抬头,正看见了从门外走进来的慕平婷,她脸上化着浓妆,一身鲜艳的连衣裙,脖梗上还留着暧昧不明的印记,慕平婷看到我怀里的照片,一下愣住了,我静静看着她,低声开口道,妈走了。 慕平婷顿了顿,随后点点头,我看到了,她不冷不热的态度,瞬间点着了我的怒火,我终于再也无法忍受,站起来冲她怒吼道,你她妈去哪了? 妈的丧礼你都不出面,你就是这么当儿媳妇的,你有良心吗?你对得起妈吗? 我的咆哮声震耳欲聋,可慕平婷却只是淡淡皱了皱眉,鬼叫什么? 那是你妈,不是我妈。慕平婷表情冷淡,好像死的不是我的母亲,而是路边的小猫小狗,遗像里的老太太,还傻乎乎地笑着。 我心痛欲裂,下意识盖住了母亲的眼睛,我该如何让她面对这个对她的死毫无难过的女人,这个她疼爱了三年的儿媳妇。 半晌,我颤抖着嗓子失声问道,妈这么多年,对你不说照顾有家也绝对不差。 慕平婷,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? 慕平婷不耐烦地皱起眉,照顾有家。 谁要她照顾了,我又没求着她。 医生的尿骚味,每次她来家里时候,我都要清理消毒,给我添了多少麻烦你知道吗? 还有她自己做的酱菜,不知道我嫌弃吗? 谁要吃? 种的那些瓜果蔬菜的,我不会自己去超市买。 死就死了,怎么我还得给她扶桑吗? 说吧,她又看了一眼母亲的遗像。 嫌弃地撇过头,这种东西拿家里来做什么? 也不知道晦气。 慕平婷说完,略过我直接进了卧室,我看着她的背影,一颗心彻底量到了底。 这么多年,我喜欢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,或者说,我喜欢的真的还是人吗? 我抱着母亲的遗像,坐在沙发上,一夜未眠。 第二天一早,我买了早餐,慕平婷这才走出卧室,她坐到餐桌前,看了一眼我的脸色,勉强道,回头我给她上煮箱,这行了吧? 我撂下筷子,看着她,昨天我给你打电话,你身边的男人是谁? 慕平婷啪的一声撂下筷子,示威你没完了是吧? 你一走三天夜不归宿,在我妈丧礼的时候,跟别的男人在一起,难道我作为你的丈夫连问一下的资格都没有吗? 慕平婷静静地看着我,突然冷笑了一下,我说了然后呢,你敢跟我离婚吗? 我顿时被掖住了,慕平婷太了解我了,她知道我的命门在哪里,是啊,我敢跟她离婚吗? 我追了那么多年,才把她追到手,对我来说她就是我的命,大学毕业的时候,她和别人玩真心话大冒险。 输了之后,被同学逼着在包厢里学狗爬,她不肯,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现场,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先动红唇,调笑得看着我。 时威,只要你肯帮我,我会考虑做你女朋友。 我的心顿时轰如雷鼓,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孟子客就在眼前,那一晚,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了,在她的大学同学面前学狗爬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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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今儿我算见着顶级舔狗了。 还是咱们拼挺有能耐,能让男人喜欢她,喜欢得连脸都不要。 哎,哥们,你在外头学狗,你妈知道吗? 来来来,汪医生给我听听。 刺耳的嘲笑声在我身边此起彼伏,我眼眶胀痛,憋得通红。 我知道我对不起父母,也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接受的教育,可我没办法,我太喜欢他了,喜欢到可以舍弃我的尊严。 我的一切,现在也是如此,我之前不是没有怀疑过,但我就是不敢挑明,因为我怕失去,我怕一旦挑明,就没有回旋的余地,连表面的平静都会被打破。 我刚想开口说什么,门铃却响了,我长出了口气,借着开门的机会中断了话题,可我没想到,门一打开。 我看见的,竟然是葛诚。 葛诚高大帅气的脸,骤然映入我的瞳孔,他看见我似乎笑了笑,然后抬起手晃了晃手里拿着的项链,停听呢? 他项链落在我家了。 我心头一震,顿时如舞雷轰顶,慕平停听到声音快步走过来,从我身后绕过去,接过了葛诚手里的项链。 那条项链还是我们结婚的时候,我母亲给他买的,母亲节俭了一辈子,却唯独对这个儿媳妇很大方,掏出自己积攒了很久的积蓄,跳了很久才买下这个项链。 老太太哆哆嗦嗦嗦,把项链放进慕平停手中,讨好的笑脸仿佛还在眼前。 婷婷要是不喜欢,我再去换,只要婷婷高兴就行。 我冷着脸看着葛诚,额头的血管砰砰地跳,平停的项链怎么会落在你家里? 葛诚靠着门框满不在乎地看着我,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我家里打牌,怎么? 你有意见? 慕平停转头皱眉道,石威,你够了,别让我讨厌你。 他说完,直接伸手拉住了葛诚的胳膊,诚哥,咱们走,出去再说。 我顿时火往上撞,用力扯住了慕平停的手腕,你他妈当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的丑事。 你给我站住,今天哪儿都不许去。 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葛诚的拳头已经朝着我的脸砸了过来。 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,不过是电光火石之间,我没防备,被葛诚一拳打在了鼻子上,鼻血顿时喷了出来,你他妈敢打我? 我顾不上喷涌而出的鼻血,上去就跟葛诚动了手。 葛诚个子没我高,跟我扭打了几下就被我骑在了身下,我抡起拳头,重重挥了过去。 葛诚顿时被我打得鼻血横流,毫无还手之力。 一拳又一拳,我狠狠砸在葛诚脸上,看着他直翻白眼,心里说不出的解恨。 突然,我的后脑呼呼声风,一个重物猛地砸了下来,一阵剧痛袭来,我难以置信地转过头,正看见了手里拿着棒球棍的穆平亭。 他竟然为了葛诚,对我下手,一阵炫运,我不受控制地栽倒在地,失去知觉的前一秒。 我看见穆平亭扑向倒在地上的葛诚,搂着他的脖子,把他整个抱进了怀里。 这一刻,我仿佛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,再次醒来时,眼前是白花花的一片,我皱了皱眉,还没开口,就听见了时辰的声音。 哥,你醒了?你感觉怎么样?有没有头晕想吐,还是你想喝水? 我轻轻咳了一声,我在医院。 时辰红着眼睛点点头,嗯,我去你家找你,发现你躺在地上,浑身的血,你吓死我了。 哥,妈刚走,你真的不能出事,我害怕,我抬起头,才发现妹妹的小脸上有两个红红的巴掌印,甚至嘴角都结了血架。 我顿时火往上撞,谁打的你?是沐平亭,还是葛成?他们竟然敢对你动手。 时辰是我最宝贝的妹妹,家里没对她动过一次手,如今她被人打成这样,我心如刀脚,时辰哭着握住我的手。 哥,算了,我真的害怕,我不想让他们再伤害你。 时辰的眼泪大滴大滴地垂下来,愈发刺痛着我的心,沐平亭不仅对我动手,甚至直接把我丢在了门口,根本没管我的死活。 他还伙同葛成,打了时辰,这两个人根本没把我和石家放在眼里,在他们看来,我们就是任人欺辱的孬肿。 他和葛成,如今想来,之前很多次都有记可寻,他和葛成在同一家公司经常一起出差,熬夜加班,最可疑的就是三年前,他突然找到我,说他怀孕了,愿意答应我的求婚。 当时我被幸福冲昏了头脑,根本没有细想,如今看来,他怀孕之前的那段时间都跟葛成在外地出差, 那孩子说不准就是他们俩的野种,怪不得之后,那个孩子没保住,葛成还来家里嘘寒问暖,根本就是当着我的面偷情。 想到这,我脸上一阵惨白,时辰擦了擦眼泪,伸手拍了拍我的胳膊。 哥,昨天邻居三亿来找我,跟我说了些事。 我今天到家里找你,就是为了这个,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,但是我又怕这里边是有蹊跷。 无论如何,你先答应我,听完别太激动,好不好。 我皱眉,预料到这件事,肯定跟我有关。 于是压下情绪点点头,时辰左右看了看,然后压低了嗓音低声道。 三亿说,那天他陪妈一起去超市买东西,他一转身的功夫妈就犯了病。 妈临走时,嘴里一直喊着,平庭。 时辰给我带来一个信息,母亲临死前,嘴里叫着穆平庭的名字, 这说明妈临走之前肯定见过她,可是穆平庭并没有说这件事,穆平庭再有意回避什么。 她很有可能跟母亲突发心脏病,有直接关系。 我不顾伤势,做了简单包扎后,直接出了院,来到了三亿口中的那个超市。 母亲在超市里去世的事,超市里人人皆知,表明来意之后,超市经理热情地带我来到监控时,石先生。 您母亲的事,我们非常抱歉,如果这里头有冤屈,我们一定全力帮忙。 我感激地点点头,经理立即吩咐监控管理员调出了那天的监控,看了好一会儿,我终于在视频里看到了穆平庭的身影,而在她身边的正是葛城。 他们两个站在卖安全套的摊位前,轻轻握握打情骂俏,过了一会儿,竟然当众热闻起来。 而正在此时,我母亲推着购物车,也出现在了画面里,画面里的母亲浑身颤抖,指着穆平庭,似乎说了些什么。 穆平庭冷着张脸,反驳了两句,转身就要走。 母亲不让她走,伸手拉着她要理论,葛城竟然直接推开了我母亲,嚣张地搂着穆平庭大步离去,而在他们身后的母亲捂着心脏,艰难地倒在了地上。 不出几分钟,就没了气息,监控室里真落可闻,所有人都屏着呼吸,我看着监控里死不明目的母亲,眼泪鼓鼓流出,对不起。 妈,是我害了你,是我的执迷不悟,害你发病,是儿子不孝,娶了这么个人面兽心的畜生。 不仅没能让你安度晚年,还让你冤死他乡,我垂胸顿足,哭得不能自已,经理是个性情中人,竟然也跟着落了泪。 兄弟,这真是欺人太甚了,你母亲死得太冤了。 我努力平复着呼吸,过往种种不断地在我脑海中闪回。 牧平亭,你不喜欢我,我可以原谅你,甚至你出轨,我也可以跟你好聚好散,但是你伙同葛城害死我母亲,我要让你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 从超市拷贝出了视频,我直接到警察局报了警,可我报的警不是杀人,而是故意伤害,我头上带着伤。 小区楼道监控里的视频也清清楚楚,牧平亭无从抵赖,她苍白着一张脸,被警察带进了讯问室,门外等候的葛城看着我,挑起嘴角嘲讽道, 石威,你也算个男人,被老婆打两下,竟然还报警了,这种事也值得报警。 我眯着眼睛,直勾勾地听着她,突然低声道,这种事不值得,那杀人呢?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,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,无期徒刑,甚至死刑。 这个,是不是就值得报警了? 葛城的脸色顿时变了,半天才支支吾吾道,你,你什么意思? 我没什么意思,我只是想着,既然冰亭跟我说了,那很多事可能有内情。 慕冰亭跟你说了什么? 我笑了笑,她是打算跟我说,可是还没等说完你就来了。 等她出来,我再问问,估计就知道了,反正她说,跟她没关系,她妈的臭婊子。 葛城腾地站了起来,原地转了几圈之后,突然转身跑出了派出所,我知道,她的目标一定是超市,她要去确定那里的摄像头有没有拍下关键证据。 而那里,早已经布好了专门为她准备的陷阱。 两个小时后,我收到了超市经理的电话,兄弟,我按照你说的,告诉她之前的监控都清空了。 我点点头,多谢。 超市经理顿了顿,兄弟,哥劝你一句,别做傻事,为这种女人不值。 谢谢哥,我知道。 挂断电话,我趁着葛城还没回来,就跟警察打了招呼说要和解,警察让我们填了调解协议,提前把穆平婷放了出来。 穆平婷的手机刚才在外头,已经被我折腾得没电关机了,她联系不上葛城,只好跟我回了家。 而等葛城一肚子鬼胎跑回来,发现我和穆平婷已经撇下她单独离开,疑心又更重了几分。 坐在家里,我给穆平婷倒了杯水,撞死平河道,平婷,这些天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,我也是心里实在承受不住,跟你发脾气,还请你担待。 昨天我接到妈住那个就小区要洞牵的通知,总算也有了个好消息。 今后咱俩的好日子就来了,还得好好过下去。 穆平婷眼睛一亮,动签。 我不太在意地点点头,说是要动签,妈那个房子,再加上爷爷奶奶那个就厂房,听那意思,至少能动个千八百万。 穆平婷沉默了好一会儿,终于软下了态度。 石威,之前的事是我不对,妈走了我也很难过,以后我会陪在你身边,咱们好好过日子,好吗? 我笑着点点头,当然好,不过我有个要求,从现在开始把你的手机给我,你不许再联系葛城。 穆平婷先是一愣,然后顺从地点了点头,当然可以。 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,等我的动签款一到手,就跟我离婚,然后把一半的钱直接带走,跟葛城远走高飞,笑聊快活。 可是很抱歉,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,我已站住洞签房的理由,让穆平婷跟我一起,住进了母亲的老房子。 穆平婷的断联,让葛城彻底失控了。 三天后,他终于把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里。 石威,你把他藏到哪去了? 我当然要把他藏起来,他现在可不敢见你,而且你也不用找他了,我会去超市自己查查看。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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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别费心思了。 超市的监控视频早就清空了。 你? 我故作愤怒道,就算监控视频清空,我还有平婷,他是最好的人证。 只要平婷活着,你就不可能逍遥法外。 平婷说了,他会站在我这边的。 到时候,等我们分到了洞签款,他就能跟着我吃香喝辣,还会在乎你。 你就自己吃枪子蹲监狱去吧。 电话年头的葛城沉默了,然后猛地挂断了电话。 我,我笑着放下手机,知道他已经相信了我的说辞,情绪接近崩溃了。 当天晚上,我使用虚拟号码和变声器给葛城打了个电话。 您好,穆先生吗? 有件事,需要您和穆平婷女士明天到公安局现场协助调查。 请问您现在在哪? 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沉默,然后葛城突然挂断了电话。 第二天,我上班之前,把手机还给了穆平婷。 平婷,我信任你,我不再怀疑你了,我去上班了,你自己在家,要注意安全。 穆平婷笑着接过手机,你放心吧,老公。 我不会联系她的,从今以后,我的世界只有你一个人。 我看着面前这个我爱了十多年的女人,此刻却觉得她无比陌生。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,她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,坐在操场的草坪上,跟一群女孩子谈笑风声。 我被她的笑容吸引了,我想一只扑火的飞蛾,不顾一切地冲向她,也为此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。 我用十年的精力验证了一件事,强扭的瓜确实不甜,苦得让人心里发酸,发疼,目平婷。 如今这部手机,就像一个选择权,重新握在你手里,希望你无论选择什么,都不要后悔。 三个小时后,我接到了一通警方打来的电话,石威先生吗? 请您立刻到市人民医院来,您的妻子被人持刀重伤,现在正在抢救。 我挂断电话,指尖还在不断地颤抖,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我想要的结局。 我只知道,这一刻我的眼前不断闪过母亲摔倒在地的绝望表情,我的心里说不出的畅快。 来到医院时,警察已经站在手术室门口了,看见我来忙迎了上来,您是石威吗? 慕冰婷是你妻子吧,她现在正在里面抢救。 我点点头,我是,请问她伤得怎么样? 很严重,小腹上被捅了十多刀,嫌疑人就是奔着杀人去的。 嫌疑人现在有方向了吗? 警察点点头,监控和现场的指纹聚在,嫌疑人已经确定了,半个小时前已经抓获。 方便问一下是谁吗? 平婷平时没得罪什么人,是她的青梅竹马,葛成,我们初步怀疑是感情纠纷,具体情况还要进一步调查。 好的,多谢警察同志。 慕冰婷并没有死,她非常幸运地留住了一条命,却也非常不幸地被葛成扎伤了脏器。 医生说她后半生必须要带着尿袋过活了,而在她醒来第二天,我把一份离婚协议放到了她面前,慕冰婷的脸顿时失去了血色。 老公。 老公,我真的知道错了,我现在已经变成这样,除了你没人会要我了,老公。 我嘲讽地挑了挑嘴角,不,你想错了,我也不要你。 慕冰婷,离婚吧。 慕冰婷文言,慌乱地抓住我的胳膊,低声哭求,使为我喜欢的一直是你,你能不能原谅我? 我答应你我以后,心里只有你一个人,我肯定做一个贤妻良母。 贤妻良母? 我推开了她的手,需要你孝顺的那个人,已经被你气死了,你还贤妻良母给谁看? 慕冰婷,你不是说我妈妈身上有胃吗? 你不是爱干净,每次她来,都要大扫除消毒吗? 以后你就好好尝尝这个味道,医生说,这个味道可能要伴随你一辈子了。 至于我,告诉你个好消息,我家里并没有要动签,这一切都是我撒的慌。 不过,你对我撒了那么多次慌,我就这一次,你应该不会介意吧。 我笑了笑,离婚协议签了吧,不签也可以,我手里有你们当街亲热的视频,我也可以起诉离婚,不过那个时候你会更丢脸。 你自己选。 说完,我在慕冰婷震惊,痛苦,绝望的目光里,转身离去。 窗外阳光正好,正如母亲送我上大学那一天,那时母亲还挺年轻, 拍着我的肩膀一直笑着。 儿子,你是妈的骄傲,妈永远以你为好。 妈,我替你报仇了,你看到了吗? 我将超市的监控交给了警察。 最终,法院以故意杀人罪,故意伤害罪恕罪病法,判处葛城无期徒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 意料之外的收获是,超市经理跟我成为了好哥们,而他碰巧有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道上兄弟,跟葛城是同一个监区。 为此,我特意往监狱跑了两趟,送了几条烟。 和监狱里那位大哥聊了几次之后,也成了好哥们。 既然是好哥们,自然不必我多说,他就心领神会了。 果然不出一个月,葛城就被送进了监区医院,理由是刚漏,而监狱里的监控没有派到任何蹊跷之处。 所有的犯人都说什么都没看见,里边查了查,实在没什么线索,也就不了了之了。 而这仅仅是刚开始,葛城亲手害死了我母亲,这笔血债,我要他一点一点偿还,至于沐平亭,他被公司开除了。 走到哪都要带着尿袋的人,自然没有什么体面公司肯给他工作,曾经被我捧在手里。 走到哪都要被人高看一眼的女神,顿时堕入了地狱。 于是,他只好戴上头巾,穿上宽松肥大的衣服,给人打扫卫生。 做宝洁,偶尔也减减废品过活,曾经我是那么珍惜他,跟他结婚后,把他捧在手心里宠着。 食指不沾阳春水,饭我做,碗我刷,衣服我洗,每天吃完饭,我还得把切掉屁股的草莓摆好放在他手边,看着他一颗颗吃着我洗的草莓,我吃草莓屁股都甜到了心里。 十多年的感情和青春喂了狗,一腔真心付诸东流,可亡羊补牢,为时未晚,母亲用自己的生命帮我看清了身边豺狼的真面目。 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却也终于得以脱离失败的婚姻,脱离了可能会要了我命的娼鬼妻子。 半年后,家里的老房子竟然真的动签了。 我和时辰痛快地签了字,各自分了六百万拆迁款。 我又用这六百万投资了股票,几年的时间内,资本翻倍,轻轻松松实现了财富自由。 三年后,我开着新买的麦巴赫来到某高档会所,在洗手间洗完手出来,迎面碰到了一个棚头垢面的女宝洁。 她抬起头看见我,瞬间瞪大了眼睛,是,是,她不敢认我了。 的确,如今的我西装革履,名牌加深,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在打工仔示威,从前的我被她嫌弃不会穿搭,又土又老,如今却改头换面,成了上流人士。 我理了理袖口,垂眸看着她,好久不见了。 慕冰亭如今已经配不上如此文艺的名字了,她像一朵尾顿在烂泥里的花,浑身上下散发着难闻的味道。 时薇,时薇,你棒棒我,我愿意给你洗衣做饭,时薇。 她说完就要往我身上扑,可还没等扑上来,已经被几个保安拦住了,经理走上前,恭敬地朝我一点头。 时薇,时薇,请问这位是您朋友吗? 我不认识她。 留下这一句话,我转身迈开步子,静止离开,时光大好,我永远不会回头。 不是那么我认识,6SI